字幕提供 上一次講到這個相色、界色跟不相理色 那這個相色呢 就是從它的志向上這個角度來講 比如說眼的志向就是眼根 那如果從眼的立場來講 它的相色就是唯獨只有這個眼而已 如果說界色的話呢 那它就包括了很多 界就是陰 那這個眼的陰呢 裡面當然它有地水火風 那就包括了其他 不唯獨是眼 那現在要講這個不相理色呢 就從眼的相貌上來講 你可以從這個眼上面 看到哪一些的相貌 它彼此是不相理的 那麼就說它有包括哪一些的這些事情 這個若曰不相理色 從這個不相理這個角度來講 或者內或者外 所有的諸據 所有的諸據 一切的諸據 一切的諸據 不管是內 或者外 隨於此據中 在這個內或者外的這個諸據裡面呢 乃至有兒所法相可得 你在這個蛇句當中你可以看見 哪一些的法 有它的相貌 那這個法呢 就前面講的這個十四種事 地水火風 那蛇聲香味醋 以及眼耳鼻蛇聲 就是指的這十四種事情 這個法 那你在這個諸據當中呢 你可以看見 它包括了哪一些的相貌 即說此句 而所是色因之 你可以看到哪些相貌 那麼你就可以說 這個諸據呢 是有包括哪些事情 它涵涉了哪些事情 它涵涉了哪些事情 就是就它的這個 這個捨據 這個物質上 你能看見哪些事情 它就包括哪些事情 所以者何 那這個 就提出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或有據中 唯一大種可得 或者呢 在有一部分的捨具 就是物質當中呢 你可以看見 它唯獨只有一個大種可得 就是地水火風 但是呢 它只有其中的某一樣而已 那這個就是比喻了 比如呢 這個石頭 或者 墨泥 這個墨泥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這個 墨泥寶珠 還有珍珠 還有流理 那這個柯呢 柯呢 柯呢是一種美食 但是呢 它是僅次於這個玉 就是比這個玉還差一點的一種石頭 這個柯背 以及這個 這個 貝殼 這一類的 碧玉 那麼這個就是玉 珊瑚等重 那你在這些呢 從石頭到這個珊瑚這裡呢 它唯獨只有一個大種可得 就你所看見的這個 這個石頭等等這些 物質的相貌當中呢 你唯獨看到這個地 地水火風的地 它只有這個地大而已 後 河 或者呢 這個水池 或者這個沼澤 水溝 那這個虔呢 是人工做的這個水道 這個溝呢 是自然的水道 那麼虔呢 是人工的 或者這個江河裡面呢 它唯獨只有水大而已 你從這些的相貌上看 它唯獨只有一個水 或火焰燈灼等鐘 那麼你在火焰跟燈灼當中 你唯獨看見這個火 火大的相貌而已 或四方風輪有成無成風等鐘 或者這個騙於四方的 在虛空裡面的這些風輪 那麼有分為有成跟無成的這個風 那麼這個就唯獨看見這個風大的相貌 所以說在這一些的蛇具裡面 它是唯獨只有一種大種你可以看得見的 所以說石頭它就唯有地大 那麼這個江河唯有水大 火焰唯有風大 那這個風輪唯有風大 就是在這個蛇具裡面它唯獨只有一種 或有具中二大種可得 那或者呢有一類的蛇具裡面 它包括了兩種 如雪 這個雪呢 它就兩種的 一個是水大 一個是地大 就像現在的冰塊一樣 冰塊本身呢它是堅硬的 所以說呢它有地 那麼它又是濕性的 所以呢又有水 那這個濕樹呢 也是一樣 它本身呢是有水 所以呢是濕的 但是呢樹本身呢又是堅硬性的 所以呢又有地大 那麼這個葉華果等中 也都是一樣 它本身有水大 也有地大 或熱墨泥等中 那這個熱墨泥呢 比如說這個墨泥寶珠 但是呢 它呢或者被燒熱了 那麼它就包括了地大跟火大 因為呢它有熱的性質 所以呢是火大 那墨泥寶珠呢 本身呢又是堅硬的 所以呢是地大 那麼在這一類的蛇具裡面呢 它就包括了兩種 或有具中三大種可得 或者有這一類的蛇具呢 它裡面有包括了三種 極如熱樹等中 這個熱樹呢 樹本身呢是有地大 那麼又有水 裡面有濕性 所以說有水 那麼現在呢 它可能又被 被燒熱了 所以又有火 或動搖中 或者呢 樹 然後呢再動搖 樹本身呢有 地大跟水大 可是呢 是在動搖的當中 它在搖動 那搖動呢是動性 就是包括了風大 這一類的蛇具呢 就有具有三種大種 或者呢這一類的蛇具呢 它呢是包括了四大種 地水火風 它全部呢都包含了 位於內蛇具中 那指的是什麼 就是內蛇具 這個蛇具呢 有分為內跟外 內呢指的就是有情的這個根深 叫做內 那麼有情的這個果爆體以外呢 就叫做外 那現在指的是內蛇具 就是指的是有情的身體 那這個是標出來 下面呢就引證了 如柏切凡說 他呢 這個內蛇具呢 他包括了四大種 那為什麼他包括四大種呢 他就引佛所說的 來當作他的證明 那麼這個柏切凡呢 就指的是這個佛 於一個別內身 在這個一個一個 有情的這個果爆體裡面呢 若髮毛等乃至分會 是內地界 這個有情的身體呢 屬於髮毛這一類的等 就包括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這個骨頭 乃至分會 乃至呢這個 這個分呢指的是大便 這一類的呢 是內地界 它是屬於內的 然後呢又是地界 地界呢有分內跟外 那現在呢指的是內 屬於內的 地界 若小便等 是內水界 如果呢 是小便等 等呢 比如說包括這個 口水 鼻涕 這一類的 或者是這個黏膜這一類的 都是屬於水 水界 若於身中所有暖等 是內火界 那麼這個 有情的身體呢 它本身呢有這個暖 那麼這個暖呢 像我們講的這個體溫 身體呢本身呢它有一定的溫度 來自像我們這個胃 它呢要消化東西 那麼也都有這個火 它才能夠去消化 那這一部分的暖呢 是屬於內的火界 若上行等風 是內風界 那麼 那麼 在身體裡面呢 屬於上行等風 等呢有上行風 也有下行風 這個在二十六卷那邊會講到 體內的風也是很多種 那這個上行風呢 指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出入席 由你的鼻到腹部 這個席呢 這樣出入 這個是上行風 那麼這個風呢 在體內這樣跑呢 它是動性的 是屬於內風界 那這個就是隱 隱這個佛所說的 經上所講的 在友情的身體裡面呢 有 包括了地水火風 都包括了在內 所以說呢 這一類的舍具裡面呢 是包括了四大種 如是 若於此具 比相可得 說比相為有 若不可得 說比相為無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我們 能夠觀察到的 的相貌來講 這個不相離色呢 就是就我們能夠觀察到的 你 若於此具 你在這一類的舍具當中呢 你可以看見 它這樣的相貌 我們就說 它的相貌是有的 那如果你看不見的話呢 我們就說 它的相貌是沒有的 這個是就我們能夠觀察的相貌 這個立場來講 說它是有或者沒有 像前面講的呢 這個石頭 石頭 石頭 它是唯獨 只有一種大種 那是就我們所看見的這個相貌 那其實呢 它呢 應該都是具足這個四大種的 比如說呢 它如果遇到火 它也會融化 那當它融化的時候呢 它本身呢 就有水了 所以呢 它有這個水的 種子的音在裡面 它是有的 但是呢 就這個不相離色來講 如果是它有水的音在裡面 那是屬於戒色 從戒色的角度來講 它是有的 那不相離色呢 你從它 它的相貌上來看 看不見水的相貌 就說它沒有 但是呢 它如果一旦融化了 它又變成有了 就有這個差別 所以說它說 有 筆相可得的話 就說唯有 那如果不可得的話 就說它是沒有的 那我們看P旋記 如是若於此句 筆相可得等者 錢中且曰大種 民不相離 當之諸所造舍 不相離色 以復如是 那前面呢 它舉了這些比喻呢 從一種大種 乃至到四種大種可得 它只是曰這個地水火風的大種 來講 可是呢 我們應當知道 諸所造舍 從這個四大種 所成就的這些物質呢 這些蛇具呢 它們的不相離色呢 也是一樣的 我們說大種跟造舍 大種是能造 那麼造舍呢 是所造 今天大種有這樣的相貌 有這樣的不相離色的關係 由此可知 一切的所造舍 它的不相離色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以復如是 就是這個道理 今時總結 一切不相離意 故於文中 做如是說 那麼現在呢 這裡是要總結 這個不相離的道理 所以呢 在這個 這段文呢 就這樣講 例如 舍運中眼 若具不相離色 則有器物 那麼現在就舉這個例子 比如說呢 舍具裡面的眼 那這個眼呢 如果你根據這個 不相離的這個角度來講呢 它就包括了器物 有七種 那哪七種呢 未及此眼 眼呢 本身呢就是一個 那麼眼呢 即與身 地 它又包括了身 因為眼和身呢 是不能相離的 眼呢 如果就不相離這個 角度來看的話 它本身呢 也就是身 因為離開了身 沒有眼可以成立 眼呢 是要易於身 才能發揮作用的 所以呢 眼呢 本身呢也可以說 它就是身 那麼地呢 它本身呢 又有堅硬性 舍相未觸 它有色相 這是 這四種的相貌 所以說呢 若具不相離色 它呢 就包括這麼多 那麼如果根據 借色的話呢 還要再加三個 就是水火風 它本身有地了嘛 但是呢 它也有包括水火風 那如果根據相色呢 眼 唯獨只有眼的相貌而已 它的志向就是眼 不是身 所以說 根據不同的角度來講 它所包括的 這個 事情呢 就不一樣 如說與眼 如是耳鼻舌身 即外舌相未觸 誰因差別皆當了之 今天舉這個眼的例子 是這樣子 那麼耳鼻舌身 也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是一樣的 都有 這個相色 然後呢 戒色跟不相禮色 那麼外面的色相未觸呢 也是一樣 都有 相色 戒色跟不相禮色 從不同的立場來講 它呢 就包括不同的東西 這樣子 如下抉擇分說 在後面的五十四卷 會講到 父次 是 身於一切捨具中 借故所有 向己不定 那麼這裡呢 它呢 科判講的就是料檢 就是裡面呢 還有一些事情 需要 需要再 拿出來 討論這樣子 那麼前面 講到這個呢 有十七種事情 十四種事 但是其中這個 身呢 有點特別 這個身呢 在一切的捨具當中呢 它是怎麼回事呢 借故所有 在這個借呢 就是因 因這方面來講 一切的捨具呢 都有聲音的因 都有聲音的借 所以呢 借呢 從借的角度來講 它都是具足的 眼睛 眼耳鼻舌身 色香味處 乃至這個四大種 裡面呢 都有聲的音 都有聲界 那麼象極也不定 可是呢 就表現於外的相貌來講 就不一定了 那為什麼呢 由現在方便聲故 為什麼說不定呢 就是說聲音的相貌 怎麼出現 是由現在的方便 而生的 它不像其他的物質 比如說這個 你看見一切的物質 這個杯子 它呢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見 但是聲音呢 你看不見 看不見它的相貌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呢 還沒有作用的時候 聲音是沒有出現的 要由現在的方便 你用各種的方便呢 去拍打它 然後呢 聲音才會出現 所以說呢 就聲音的相貌來講 它呢是需要方便 然後呢 才會出現的 看批訊機 聲於一切捨具中 借故說有等者 前不相禮 依比相有別別見利 然有定不定別 前面講的這個不相禮呢 就是依據它呢 有這些的相貌 然後呢 一個一個來建立說它是有的 但是呢 也有定不定的差別 在這個捨具呢 不管是內或者外 前面的十四種事 那個都是捨具 但是呢 除這個聲的相貌以外呢 其它來講 都是橫時有的 色香味醋呢 顏耳鼻舌身 乃至這個四大種 它呢 都是橫時而有的 它呢 有這個體性 這一類的物質 它有這樣的體性 擺在那裡 你呢 很長的可以看得見 那麼這一類的捨具呢 就是定 因為它橫時而有 今天呢 升級不額 聲音呢 就不是了 為什麼呢 是從現原生 世民不定 為什麼說聲音沒有呢 它不是橫時有呢 它是要現在 有因緣的話 它才能夠 才能夠升起 所以說呢 這一類的 這個聲呢 它就不是橫時有了 那麼這一類 這一類就叫做不定 故盡別說 所以今天呢 還要另外拿出來 就是討論一下 那指的呢就是 雖然十四種事情呢 都是捨具 可是聲呢就比較特別 其他十三種呢 它是橫時有 它一旦出現了 它就是擺在那裡 你可以看得見 可以察覺 可是聲呢不是 聲呢本身 它雖然是捨具 但是呢 它是要有因緣的時候 才會出現 要有人 比如說有人講話 那麼聲音才會出現 那麼外面呢 這個物體呢 本身呢要互相的碰撞 那麼這個聲音的相貌呢 才會出現 所以說呢 它不是橫時有的 東西放在那裡 它呢不會說一直 發出這個聲音來 所以呢就是 不是橫時有的 所以有定跟不定的差別 若於四處聲向線前 彼不相離 因說有聲 那麼假如今天呢 在這個地方 有聲音的相貌出現 比如說這個捨具當中呢 它有發出來聲音 有某種因緣的情形之下 使令它發出聲音 那麼彼不相離 這個聲音呢 和這個捨具呢 彼此呢是不相離的 你不能說 因為它不是離開這個捨具 才有聲音 這個聲音是由這個捨具發出來的 所以呢是不相離的 這個時候呢 如果就不相離 這個角度來講呢 因說有聲 因為它現在正發出聲音 所以說有 若不現前 因不說有 可是當它沒有因緣的時候 它呢是禁止在那邊的 也沒有發出聲音 那這樣來講 聲音的相貌沒有現前 你就不應該說它是由 事故此言 像極不定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說像極不定 就它表現於外的相貌來講 聲音呢是不定的 人曰生戒 當之一切處有 但是呢 如果 約這個聲戒 戒就是因 從這個聲音的 因 這個立場來講呢 當之一切處有 不管是眼耳鼻舌身 舌相畏觸乃至四大種 都有這個聲 一切的設法呢 它都有聲在內 事故此言 借故所有 所以說呢 它這裡就講 為什麼說借故所有 因為任何的物質呢 只要有因緣的話 它都能夠發出聲音 所以呢 它本身 一切的物質裡面呢 就已經有包括了 生的種子在內了 所以說借故所有 抉擇分中 作如是說 在抉擇分呢 有這麼講 生疾生戒 不衡有故 盡當別說 生疾生戒 生呢 就是表現於外的 聲音的相貌 那麼這個生戒呢 指的呢 就是聲音的 這個音 一個是音 那麼一個已經發出來了 已經是現形了 那麼不衡有故 生和生戒呢 不衡有 今當別說 現在呢 應該把它別開來講 若於四處有聲 當之此處 負真其一 如果呢 在這個地方有聲音出現 那麼你應當知道 這個地方呢 你還要再增加 這個聲上去 比如說前面講 這個眼 眼的不相離色 有七種 可是呢 今天如果有因緣的話 又發出聲音來 那麼你呢 應該再把這個聲加上去 就這個不相離色的話 它還應該包括這個聲 如果呢沒有發出聲音 那你就不用 不應該增加它 因之聲戒 一切處真 與此亦同 可是呢 聲戒來講呢 就聲音的因 這個角度來講 一切處呢都應該增加 就是眼 就是眼 一切的捨具 它呢都應該包括這個 聲 聲的戒在裡面 所以呢 聲呢就是 比較特別 有這個定跟不定 那麼下面呢 又再講這個風 風有二種 為恆相敘 及不恆相敘 這個風呢 有包括兩種 一種呢是恆相敘的風 那第二種呢 就是不恆相敘的風 有這兩種 恆相敘者 為於比比聚 有恆旋轉風 那麼恆相敘的風呢 就是在 比比的捨具當中呢 它呢有 這一類的恆旋轉的風 那麼它就是這樣講 下面就解釋了 下面也沒解釋 那麼第二類呢 不恆相敘者 為旋風及空行風 一個呢恆相敘的 一個呢不恆相敘 那我們先看這個P旋記有解釋 恆旋轉風則 為於內身有入出息 就是在我們的內 內身當中呢 有這個入出息 就是你的 在這一期的壽命當中呢 這個入出息呢 它呢是 恆長相敘的出現 所以呢這個就是恆旋轉風 急於外氣有風輪等 恆相敘轉 是名恆旋轉風 那麼內身有這個入出息 是屬於恆旋轉的 對照於外面的氣勢間呢 有這個風輪 就前面講過這個風輪 事件要成立的時候呢 最先是出現這個風輪 然後呢上面呢 再注入這個水輪 最後呢成就這個金輪 那這個風輪呢 它呢是恆旋轉的 一直到這個 世間呢 破壞的時候呢 它呢都很長的存在在那裡 所以說呢 這個氣勢間的這個風輪呢 是屬於這個恆旋轉的 那麼這個恆旋轉呢 就指的就是這兩類 一個呢是入出息 一個呢是氣勢間的風輪 那這個不恆相敘則 屬於不恆旋轉的這一類的風呢 就是旋風 這個旋風呢 迴旋的風 就像我們一般講的這個龍捲風 屬於旋風 即這個空行風 在這個虛空中行走的這個風 那麼這個就是不恆旋 不恆相敘的 它有可能呢 無而忽有 像這個龍捲風呢 就沒有的時候 那突然間就出現了 但是呢 一下子可能又沒有了 那這個空行風也是一樣 忽然間呢 吹過來一陣風 那等一下呢 又沒有了 或者像這個台風也是一樣 都是屬於這個不恆相敘的 那麼這個就是風的 還有這兩種的差別 又暗色明色 說明空界幾孔系 這個暗色和明色 就是你在看這個虛空的時候呢 有這兩種色的差別 但是呢 這兩種色呢 是假安利的 不是說有這兩種真實的色 那麼這個空界呢 空界以什麼為體性 就是以這個暗色跟明色 為它的體性 有黑暗的顏色 有黑暗的顏色 以及這個光明的顏色 來說明這個空界 那我們看P旋記 又暗色明色 說明空界幾孔系者 當之空界 暗明色色 空界呢 是由這個暗色跟明色 所含色的 以這兩種為其相貌 孔系為暗色 為暗所色 那麼這個孔系呢 就不是了 它唯獨是這個暗色 這個孔系就是 比如說這個洞 或者物體跟物體之間呢 有這個細縫 那這個細縫呢 它是很常都是 處在這個暗的 這個狀態 比如說這個洞穴裡面呢 它呢是沒有光明 照進去 你看見的時候都是暗色 又此空界 光明色者 明為清淨 那這個空界當中呢 只要是 屬於光明 這一類的話呢 就是明色 那麼就叫做清淨的色 就是你看見這個光明的色 它就是屬於清淨的 孔系色者 明不清淨 那麼這個孔系呢 就前面講的這個孔系呢 唯獨是暗 那麼這個孔系的暗這個蛇呢 就屬於是不清淨的蛇 如抉擇分數 這個抉擇分呢 這個抉擇分呢 這裡是沒有講這個清淨跟不清淨 那麼在抉擇分呢 它又有這兩個差別 一個清淨一個不清淨 那指的呢就是 空界的光明 叫做清淨 那麼孔系的這個暗呢 是屬於不清淨的 那麼這裡就是 指出來 明蛇跟暗蛇 指的是什麼 那下面呢 就更詳細的解釋 就是 又誅暗蛇 恆相敘者 為世界中間 不恆相敘者 為餘餘處 那麼現在要詳細的解釋這個 暗蛇跟明蛇 那麼首先先講這個暗蛇 暗蛇的話呢 又有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屬於恆相敘的暗蛇 那一個是不恆相敘的 今天這個 恆相敘的暗蛇的話 指的是什麼 就是世界中間 那這個世界中間呢 有兩種解釋啦 那麼P群記呢 指的呢就是世界 有這個沉住壞空 那麼呢空解 在空解的這個狀態之下 是屬於世界的中間 前一個世界滅了 但是呢下一個世界 還沒有出現 兩個世界的中間 這個叫做世界中間 那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呢 就是這個世界跟那個世界的中間 這個三千大千世界 以及 他方的 三千大千世界的中間 當然世界跟世界呢 當然世界跟世界呢 是有距離的 那這個 這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和那另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中間呢 是日月的光明 所不能夠騙照的 這個地方呢 叫做世界中間 那這個 這裡講的這個世界中間呢 你讀法華經呢就知道 那麼這個就是第二種解釋 可是呢 如果呢 如果照P群記來講 空解的話呢 它只是說二十個中解 因為空解的話有二十個中解 這個時候呢是屬於 世界中間的狀態 但是呢 一旦世間成立的話 它可能名捨又出現了 所以呢 它呢也不能說是橫相去 那如果說依照第二種解釋呢 此三千大千世界 跟彼三千大千世界的中間 那這個世界呢 它是永遠的 日月的光明 都沒有辦法照射到的 那個就是屬於橫長的暗蛇 看P群記 又諸暗蛇橫相敘者 為世界中間等者 世界壞儀 為字附成 是明世界中間 當世間破壞的時候 乃至到 它還沒有成立之前 那麼這個叫做世界中間 余兒所持空解現前 不為友情之所居止 那麼這個時候呢 它是屬於空解的狀態 那麼空解呢 就是沒有友情在這個地方居住 比諸暗蛇橫石相敘 這個日月的光明呢 我們講過 這個友情出現的時候呢 最初呢 他有自己的 身體發出來的光明 那麼後來這個光明滅了之後呢 日月才出現 所以說呢 這個日月呢 出現呢 也是友情的業力 所遭感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友情不在這裡居住 當然這個日月呢 也就不需要出現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暗蛇是橫石相敘的 因為沒有這個日月的光明 所以呢 是屬於長時期 黑暗的狀態 若諸有情 所居處所 長暗殘民 比諸暗蛇不衡相敘 可是呢 等到友情居住的地方出現了之後呢 那麼友情也來居住了 這個時候呢 是長暗殘民 這裡的長暗殘民呢 這裡的長暗殘民呢 就是它呢 有長時期的黑暗 或者呢 長時期的光明 那麼這個時候呢 比諸暗蛇不衡相敘 因為呢 一旦友友情來居住的話 這個光明呢 也就出現了 等到光明出現的時候 這個暗蛇呢 它就屬於不衡相敘了 因為有光明了 所以暗蛇呢 就不衡相敘 以此道理說有差別 就根據這樣的道理呢 來講 就有這樣的差別 抉擇分言 空戒有二 在抉擇分那個地方有講 這個空戒呢 有兩種 一恆相敘 二不恆相敘 也是一樣 有這兩種差別 若諸友情所居處所 長暗長明 明恆相敘 明恆相敘 那麼 如果呢 有情所屬於 有情所居處的地方呢 長暗長明 那麼呢 它是屬於恆相敘的 空戒 於處不而 非恆相敘 那麼其他的地方呢 就不是了 它呢 它呢 是不恆相敘的 在抉擇分講的 空戒有兩種 一個是恆相敘 一個是不恆相敘 一個是不恆相敘 那麼這裡來講呢 暗舌也有兩種 有恆相敘 也有不恆相敘 那麼空戒是什麼 空戒其實呢 就是明舌跟暗舌 所以呢 兩者呢 雖然 吻來講 有差別 可是 意呢 是一樣的 因為空戒 就是明暗舌 以明暗舌 為它的相貌 叫做空戒 所以說呢 抉擇分的這段話 跟這裡來講呢 其實呢 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 比云長暗長明 明恆相敘 明恆相敘 意己暗舌 不恆相敘 抉擇分來講的話呢 常暗長明 叫做恆相敘 它有暗有明 叫做恆相敘的空戒 那麼現在呢 意己暗舌 不恆相敘 因為它有暗有明 就表示這個暗舌呢 不是恆長的 那麼呢 就是指的這裡的暗舌 不恆相敘 那麼彼云有情所居處所 當之即此 當之即此 位於余處 在抉擇分那裡 那一段話所講的 有情所居處所 就是這裡的 位於余處 意思呢 是一樣的 翻詞 若非有情所居處所 當之即此世界中間 如果這樣講的話呢 如果這樣講的話呢 不管是從這個空戒這個角度來解釋 或者說三千大千世界的中間 那麼呢 都不是有情所居處的地方 所以說呢 就是余處不惡 指的呢 就是這裡的世界中間 就是這兩段話呢 文看起來 雖然呢 不一樣 但其實呢 就是把它相反過來看 意思呢 就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就是暗舌 有恆相敘跟不恆相敘 下面呢 這個明舌呢 如是明舌恆相敘者 未於自然光明天中 如果是明舌的話呢 屬於恆相敘的明舌 就是他常識起的 都是光明的 指的是什麼 就是天 天人的話呢 他的身都會發出光明 在他一起的生命裡面呢 他是橫長的 發出這個光明的 所以說是屬於 恆相敘的光明 看P旋記 自然光明天者 為諸天生 指的是天的身體 自然光耀 他的果報呢 自然就會發出這個光明出來 內外清潔 無臭會故 他的身呢 是非常的清潔 而沒有臭會的 非如人中受用未等之源 有惡舌故 和人不一樣 前面講過這個人呢 從傑出下來的時候是光明的 那後來呢 吃了這個地上所生長的這個五穀之後呢 這個光明呢 就減消滅了 就有這個惡舌 像我們這個身體呢 沒有發出光明 這個都是屬於惡舌 和天生來對照的話呢 是屬於惡舌的 天的身是光明的 是清淨的 我們這個人的身呢 是屬於惡的 那麼不恆相敘者 為於於處 除了天的光明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呢 都是不恆相敘的光明 雖然有光明 但是不恆相敘 看批群記 不恆相敘 為於於處者 始終於處 以同前世 和前面解釋也是一樣 為於有情所居處故 除了天以外呢 人啊 畜生啊 所居處的地方 他的光明呢 是屬於不恆相敘的 有這個黑暗的顏色 所兼雜 所以說呢 不恆相敘 這樣子 那我們休息